国民党立委徐晓星连日爆料指控台杰签订的协助乌克兰专案有问题 让外交部任无可忍 徐委员指控捷克政府指定的执行单位 捷克卫生科技院CHTI是一间私人公司并非事实 考量到台乌之间并无正式官方关系 因此主要援助计划是透过临近乌克兰的友好国家共同进行 另有一部分的计划则是与乌克兰地方政府或非政府组织直接合作 台湾国际特殊处境要援助乌克兰 寻求跟理念相近的第三国合作成为选项之一 被徐晓星指控是政商关系良好的私人医材公司 其实是捷克的卫生科技院 非官方组织跟捷克的外交部 卫生部 内政部等部门都有合作 捷克近年来大力推动医疗外交 积极整合自身的国内医疗科技能力 进行国际援助 台解关系这几年更是大幅提升 与第三国合作援助乌克兰 对我方更有保障 进一步强化我国和中东欧国家的合作经验 与实质关系 是三营的合作模式 未来也将有助我国厂商 打入乌克兰战后的重建市场 两国合作 台湾的生育最后的受益者会是哪些国家 您会不会怀疑说这是一种认知作战 谢谢 当然有可能 我心安理得 我不是为了我个人的私利 也没有背叛我最爱的中华民国 徐晓鑫拿外交密件博生量 恐怕只会让辛苦多年的前线 外交人员 成果毁于一旦 民事新闻 林静烂文普 陪佳一三区小组 台北报道 更多精彩新闻 请下载APP 订阅民事新闻网